那个例子里面 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常常要给学生有目标 有目标之后学习才会有意义 那他才会很努力 自己很努力 所以我在给各位的档案里面有一个 我要成为游戏设计师 我放在第二次第二次的人生规划里面 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初始的想法 就是当他有目标之后 这平常其实像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生癌规划的课 其实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练习 他当他有一个目标之后 他上网去查了一下 或者上那个什么111 他会知道说社会在求什么财 对不对 但他想做什么 他就会知道说 想要当这个设计师 他必须要有哪些能力 他把它列出来之后 稍微Google一下那个能力 或者是平常想一下 这个能力会需要哪些比较细部的能力 那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 可以开始产生规划 所以第一步先了解他的目标 了解目标之后呢 第二步规划 你就把它重新再拉一下 这是原来的内容 然后你多加了一个内容 把它归在内容里面 然后我刚刚讲的很重要的部分 你就要开始做规划 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个会写脚本这一部分 就加了一个规划的连结 加一个规划的关键字 然后你就分国小国中 高中跟平常我可以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把刚刚那所有的能力去猜 就可以猜出你国小可以做什么东西 高中可以做什么 然后呢 平常可以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 所以你要为了要达成你未来的目标 未来的人生目标 其实平常就可以开始做了 其实国中小就可以开始做了 为了训练我的说故事能力 学剧本能力 我平常我作文演说说故事能力 国小就可以训练啊 作文课我就多上点心啊 对不对 我就对那个语文 作文老师好一点啊 就可以常常跟他聊天 获得一些关键能力 甚至把他当作你变成之后的人脉 以后有任何事情可以问他 对不对 好 那平常也可以做什么 平常我打电动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写个简单的部落格 或者是直接录那个YouTube录影片 做网路教学 那这些就可以在平常累积你的能力 那你就可以去做拆解 好你就可以去做拆解 那所以拆解完之后 你就可以整理出一个清单 我现在 这是你刚刚那个目标的部分 好我先先把它收在一起 我就没有在做 这边做一个示范就是 好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具体努力的 努力的一个清单 然后是可以有具体行动的 好 所以你就把它列出清单 那这个清单是要印出来的 印出来你就找一个资料夹把它放起来 然后平常呢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 或者想到就把它拿出来检视一下 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列入PDCA 刚刚讲那个就是执行力的一个检核流程 对不对 PDCA Plan Do 然后Check 然后Adjust 对不对 好所以你刚已经有了Plan 那你就平常就会去Do 对不对 那Do了之后呢 你有时候想到把这一张拿出来 Check一下 这个我读过这本书了 我做一个标示打个勾 或者说我发现哪一本书在这个部分不错 我就在多个节点把它Key进去 那我常常去学3D雷切 那我已经我觉得我TinkerCAD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只剩一点点 那我就平常可以再去继续接触 那哪些做好了 哪些还没做 你就一目了然 那哪些根本连碰都还没碰到的 就会提醒你自己 哎 我这个还没有去碰到 所以我以后脑袋里面要去关注这件事 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就不要放弃 哪一个跟哪一个特别有关 哪一个特别重要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突然发现 这个特别重要 那我就给它加上红色的字或什么 然后你又发现哪些东西其实零碎的时间就可以拿来用 你就加个注解 刮号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Check的动作 那当你有这个工作清单的概念呢 你就会拥有你的自学里面的自制能力 你就会知道你什么事做了 什么事还没做 那我在剩下的时间里面 我哪些先做哪些后做就会开始有了新的调整跟规划 好 再来呢 最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如果这件事真的对你来讲是人生的目标 我会建议你 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摘要之后 把它印出来 贴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床头 比如说冰箱上面 比如说化妆镜的旁边 那你每天起来你就会看到这个 看到你的标题 我想成为游戏设计师 然后可能就会干掉 就会干掉 我平常要常逛一些摊位 就会稍微提醒一下那些重点 重点是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 每天看得到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 就是你每天你的心理 你的脑袋就会随时去监控 有了这个心理暗示脑袋会自动后射监控 所以你以后任何事情 甚至你走在路上过个斑马线 你可能就会去想到说 我看到红绿灯在动 那我如果是一个游戏设计师 我这个红绿灯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怎么样应用 或者这样的一个原理 我可以怎么样应用 就去想这些事情 当然我们不鼓励过斑马线的时候 要去想这些事情 我只是举例 所以把它印出来 贴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这一件事很重要 是心理暗示跟后射脑袋自动监控的部分 然后而且你有了这个心理监控之后 你会常常的去做行动跟行事的部分 时间快到了 好那我想后面的部分 我就各位看 这个心事图我有给各位 各位就是自己看一下 大概会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也把重点都给摘要出来了 人生的规划就这样 PTC 你那个目标出来 你先做简单的拆解规划 然后就开始去执行检讨反省 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PTC放进去 然后在